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敬詞語說 知足最大富 平安最大福 今天就要介紹一個人 從貪心不足每天痛苦到歡喜付出掌握幸福的故事 小美郎 我們來看他的照片 這一位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黃金竹師姐 二十九年前年輕的照片 過去的她曾經欲望深無底 怎麼講呢 她執著在數字的多寡 比方說錢當股票 錢從哪裡來啊 工廠賺的錢 表回來的錢 定存還沒到期 她也把她解約全部都投入古海中 結果損失了一千萬 讓她心情也盪到了谷底 而對孩子的成績 她也非常的要求 結果兒子離她越來越遠 女兒覺得她好討厭 而她自己幸福快樂都不見 想知道後來如何走入慈濟 發大心立大願 化解二緣結善緣嗎 帶大家到新北市的三重 看黃金竹師姐 人生蜜變的故事 一個就是車城 一個昆塵 他現在在做的昆塵 一個昆塵一個昆塵 這個瀨壓路就是在垃圾 垃圾像這樣 介紹完自家剛開工的 汽車零件廠房 黃金竹沒閒著 立刻進到辦公室 拿起抹布打掃 擦掉灰塵 也擦去自己過去心中的煩惱 我的工作就是這個 這個給我借錢 不用借錢啊 對啦 笑得開心 經歷親子關係緊張 股市慘賠千萬的黃金族 現在不再憂慮恐慌 還能跟兒子談笑風生 我不知道 你們是做的嗎 我不知道 要跟他們打 要跟他們練 對啊 要怕 第一次有打 有 打好了 怎麼不聽你跟他講 沒問題才會說這個 你今天我看就對了 對 對 好感動 我想說媽媽有改變 你說你會疼怎麼會疼 你不會做 改變觀念 改變人生 黃金族說 過去自己愛面子 對孩子的要求 就像鑽動機 在進行鑽動工程一樣 不斷地往下鑽動工程 用力鑽 忘了孩子會痛 也會受傷 之前 我會討厭們嘛 對啊 慢慢就覺得 為什麼我說什麼 你就一定要唱反調 對啊 就覺得我要出去 你就讓我出去啊 我要吃什麼 你就讓我吃什麼之類的 現在 現在還蠻喜歡媽媽的 脾氣跟各界的轉變都有 因為之前可能 就因為常被罵 然後就會很不想要講話 可是現在一回到家 就會把 在學校發生什麼 有趣的事情 然後就會講出來 學會放手 人生更開闊 黃金族說 這不只是對孩子的教育 也包括自己對投資的態度 他就 長的時候心情就很好 那時候我覺得 做股票 沒有就是患得患失 那種感覺很痛苦 緊盯著股價變化 他的心情跟著上上下下 黃金族說 過去不願放手 綁住的 反而是自己的一顆心 對呀 在家裡做室 電視一直看 不知道要看哪一台 但是一直想說 我心幾萬買不到 買不到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在驚失 在驚失的時候 那種恐慌 比我沒有的時候 更痛苦 因為我知道 我過去有那麼多年痛苦 是因為我貪 所以我一直想說 我要尋求一條路 能夠去除貪嗔痴 因為我刺到貪 貪金族的痛苦 所以我真想要有這條路來 讓我改渡 這一步 師兄很支持的 對 他是 哇 你有支持我嗎 蛤 你有支持我做很多 沒有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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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做自己的 貪嗔 有了先生的支持 黃金族沒有後顧之憂 用心投入做職工 用付出無所求的態度 洗滌自己那一顆不安的心 真的是生活簡樸 人生就幸福了 過去的金族師姐 雖然名字取得很好 黃金應該很滿足才對 結果過去的 蓋不滿足 今天一天問你來 落幾台港給大家知道 另外兩位 都是你志工路上的好夥伴 來來來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位是 春花師姐 王春花師姐 今年受政成為委員 辛偉祝福你 再來我們的江滿足師姐 今年要培訓 很好的 所以說你看 代代相傳 一棒接一棒 說到這個一棒接一棒 我們先來說小孩好了 過去你也希望他比你更好 對啊 因為你自己讀書讀不多 對 所以希望他們能夠比你更強更好 那你曾經要求他們 他們進步空間怎麼樣 越要求越糟糕 真的嗎 真的 你都用什麼方法 我叫他去補習 他就去那個補習班外面在那邊晃 晃到時間到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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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方法不對 對 所以後來我就了解了 走路慈祭啦 因為其實一路走來跟我搭兒子 我覺得我那個心也是不快樂 你說兩個人在這邊 好像叫我 沒來沒去 所以那個是很痛苦 跟親子之間 所以走路慈祭我發現 菩薩道要走 我叫我怕這個甲霧頭 我要怎麼走 其實沒有辦法 家裡就跨不出去了嘛 對不對 一粒酒頭 橫在路中間 對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提出勇氣 上人說 懺悔祭千敬 對啊 你學生呢 我啦 我說你學生你命要給他懺悔 對啊 我就有一天 其實真的是要很大勇氣啦 我這個真是強勢的人 所以有一天 他在他的房間玩電腦 我就去坐在他那邊 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現在要好好來走 我自己的脾氣會改 過去媽媽對你這樣判 我很抱歉 很對不起你 因為我也發現 我過去對他這樣 現在 他這樣做事情 我如果跟他說話 他都沒什麼要跟他 那個恨很重 現在還是如此 現在不會了啦 你會披逃的時候 對 對 我不會跟他懺悔的見解 所以你跟他懺悔之後 真的有改變喔 有 這個親子的關係有改變嗎 有 現在就很好 對啊 你看 媽媽都跟我說對不起 對 這次人在那裡 哇 你們打草稿打到老半天 哇 不斷的練習 鼓足勇氣 對啊 其實勇氣拿出來 把他當朋友 一切都改變 後來他 我發現我的孩子他不壞 其實是我的教導錯誤 對 對 所以現在回頭再看 我也覺得說 很感恩過去那一段的苦 OK 因為有那段 我才會怕在菩薩道 是 才會遞到現在的快樂 對啊 所以你就吃苦 療苦 脫胎 患苦 對對對 包含在谷海裡面 嗯 人家說 谷海茫茫無邊 回頭冥冥是汗 對 谷海跟谷海 他們差不多啦 其實也讓你解僱啦 其實我看出來了 我覺得說 你真的是 自作孽不可活啦 他們老婆很認真打拼 第第五年的時間 開工廳喔 剛才看到的工廳是 去年七月中生又多了 他們過去曾經夫妻同心短短五年 打造黃金創造黃金 就有兩千多萬 好不好 健好就收啦 來 我們來 好好享受 享受一下 對 那時候享受法 結果你不滿足啊 對啊 開始想要把一變十 變百 最好是兩千多萬 變兩億 最好能夠二十億 對啊 用想的很簡單啦 嗯 所以就開始 正在谷海裡面 對啊 越成事越 摸不到底啊 而且我做事情 我不會跟人家商量 一意孤行 我說了算 對 對不對 怎麼樣 錢都在我手上 真真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你瞞了他多久啊 哦 反正就跟沒錢才跟他講了 大概多久的時間 因為我們收三年 收客三年就上班了嘛 對 對 敲三年就沒錢了 都把他打開了 對 就一直說 你連火那邊 不要來的錢也把他打開了 對 定存還沒到 你也把他打開了 也把他打開了 對 直播不了火啦 我想你很痛苦啦 也一方面也覺得 兩個沒有上班 沒有安全感 就想說一個月 國平 如果貪兩萬塊就好了 哦 那上班了 對啊 就計畫感不上變化啦 對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叭爪都變叭爪 好 後來 聽說你又跟你先生懺悔啦 不是跟啦 跟兒子懺悔 原諒媽媽過去對你又打又罵 你跟你先生怎麼辦呢 我就哭給他聽 我說你的錢都沒去 我非常對不起你 你給我這麼好名 我嫁他三個 我嫁他三個 我就沒上班了 我很好名 沒有錢很好名 他就 他可能也有一個方面 會怕他 如果我媽媽會去住宅 想不開 他就說 沒關係 日後再賺就有了 他就只有這一句話 沒關係啦 錢又賺就有了 所以你看 夫妻還真的要互相體諒 互相成就 最後影片裡面師兄 下雨天載著師姐 當地出門 不管是要做技工 要拚經濟 他都一路的站在你旁邊 推你一把 牽你一把 不放棄 對不對 所以走過那個風雨 重新再啟動人生 包含他自己 也因為有苦 才會走入慈濟 找到單純的幸福嘛 我們來看看 他現在不只自己要做到歡喜 他要看一人人 包含我們現場這兩位 一樣 要大家都離苦得樂 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對啊 對 我們來看看 他如何在三重園區裡面 用心來哭人 請看 來師父 這個給你 這個給你整理好不好 這個給你整理 這個給你整理 開不去那邊坑坑 那是要在那邊 拿起來包 是喔 裡面還有 我今天欠費 有條不問的將貨品補齊 在三重近四處宣禮當志工的黃金組 已經不再像過去心靈空虛時那樣的焦慮 反而能夠坦然接受生命中出現的各種答案 雖然家裡不是很有錢 可是很好目 啊所以 我就很奇怪 反正喔 被爸爸罵也想自殺 一點不如意我就想自殺 不想在灰色的漩渦中随迫逐流 黃金組汲取書中蘊藏的智慧 讓負面的想法遠離自己 用做志工來充實生活 因為這一本書可以讓我的心真正的放下 看了以後會覺得說 一切的煩惱都是由我自己的興起 靠著生命的活水這本書 開啟幸福的基因 黃金組說 原本擔心父親罹患的憂鬱症 會遺傳給自己 如今他用行動 掙脫自己曾經陷入的束縛 真的付出無所求啦 其實上人說付出無所求最快樂 我也體會到啊 因為付出無所求 你自然而然就會 服從咒中得歡喜 再來就會 還有一句就是 會從三節得自在 福田永興庚 黃金組把地板 當作自己的心田 欠供擦屎 不只把蒙在心裡的灰塵擦乾淨 還在這裡找到了 可以發揮的舞台 好 走 來 隔壁 好 加油 可以這樣嗎 再來 再來那邊 那邊要不要來那邊 那邊要不要來那邊 還是 坐在這裡 因為我喜歡帶志工 所以我跟總部說療房的事情 反正有事情你就找我 因為這樣子讓志工他們有事做 一些志工他們的作息怎麼樣 沒有上班的 我就會邀沒有上班的 平日 如果休息的話 我就會邀一些上班的 禮拜六 禮拜天 所以給大家都有機會 最好是 一個這攝 一個這攝 把它拆開就對了 對 像要把它拆開這樣 因為之前有海外回來 還有夏令燃 他們蓋的棉被 我們都要把那個備單全部撥起來 拆起來以後要送洗 我們就要把這個全部整理 把這邊見空 我覺得他都有法入心 然後他都會把上人的法 用在他的做志工上面 還會去戴志工 所以 比如說 我覺得我印象貴身就是說 他在培訓期間 然後他就會帶那個 志工來掃薄他 就是我們的福田志工 這樣一口 不是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稍微 這樣站不住 有嗎 你看 來 這樣 軟口 來 你拿走 哲民隊我也是學很久才記起來 因為他有先手先得 後 先手再得 都會忘記 在活動中分享佛法 也傳承經驗 黃金族說 做中學 學中絕 在付出中 學習成長 從成長中 找回自己 真的是啊 多做多得 少做多事啊 過去的金族師傑 福盡悲來啊 對吧 明明就有錢 那是不是 慾望生無敵 結果沒有啦 從頭開始 但是感恩啊 實際讓你發覺到 原來 人生 心裡的那個愛 如永泉 是可以湧出來了 對吧 對 不過去頭天說 人家跟你照的時候 你都跟人家動動 不要不要 你不要主動打我 不要主動找我 我有事再找你們這樣子 對嗎 對啊 結果去做了 聽說做了沒多久 股票又漲了 謝謝喔 我先回來算了 這樣喔 對 那你的停損點在哪裡啊 沒有 對啊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 讓你真的 啊 好啊 又算了沒了時了 我一定輸到沒有了 就是輸到沒有錢 那久這麼多錢 對啊 財經局 財經局 對 對 因為都沒人幫我動 沒人知道了 所以沒人幫我動 我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業力吧 OK 好 觀眾一定很好奇 包含我也很好奇 做主席要吃自己的飯 做人的事情 來這裡也沒人領啊 也不是算時薪 也不是算月薪啊 你沒有錢是四十嘛 那為什麼你會出來做的歡喜啊 嗯 嗯 我都會告訴志工菩薩 如果跟他們分享 我會說 或許是我前世的願吧 我會這樣告訴他們 定世人很晚 對 我也覺得 因為我喜歡菩薩招生 嗯 啊 我覺得為大家服務 嗯 是最快樂的 因為無所求 無所求 在這當下 你是很自在 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上人說 付出無所求 我覺得這一句話 囊囊上口 要怎麼做一道 因為在接引菩薩人與人之間我就會去想 碰到了問題的時候我會去思考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有求 所以才會不快樂 了解 今天身旁的兩位親友團 就可以用這樣來見證 不要執著於冥想 兩位都不是他的小雞 就是平常有緣大家一起互動 他也不會覺得說不像我的家園我不會帶 五天下面有我不愛的人 像我們的阿火叔叔 抱歉 無大無小 春花師姐 來喔 他真的很用心 氣而不捨 對 你從他身上有看到那個像媽媽的愛 有 他怎麼樣氣而不捨啊 因為聽說你過去愛完迷信 找不到真正人生的方向 我是一個陽性對白的人 這樣喔 很多照顧就是他們家求 我都說沒了沒了 在當中他很導演 他好像像姊姊媽媽那樣 剛才跟我們哭 當時我拿不到他 他也是再來 讀書費他看我會需要罰了 需要書費的罰了 然後他又跟我說一句說 你一定要來 學習外的罰 因為我們人 不能有 無有惡戀 不能去走到岔路 你走岔路 你會死很困難 所以他不是醫生 但是也如醫生一般 隨病受藥 讓你要到病除了 而這個有痰在哪裡 上人說的罰 對不對 包括我們的滿足師姐 你自己在家是敗老爸 上面也沒有哥哥姐姐 他就如你的姐姐般疼愛你 尤其聽說在你生病的期間 他真的給你找到力量 對啊 他鼓勵我說 孟祖父 你就要看善人的法 看他現在就要把握當下 然後就是出來做 把你的要做的 然後我一直去 他一直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 我們來做祭崗 你就是說你是來生病 來生病的 不是來做祭崗 所以你會做得很乏喜 真的是聽到這句話 我都把他埋在心裡 就是想到我就這樣說 我的生病就做得很乏喜 像今年那個海外營 因為我身體 所以我出來做 我也會做到 感覺說我身體不好 就是做得很乏喜 生過大病開過大刀 然後他還是提醒你 對 沒做下去 對 所以要趕快來做 OK 就是像您說的 你如果無雙跟無雙先告 還是有什麼才會先告 你都不知道你要把握當下 因為覺得時間不夠 已經不夠了 要趕快出來做 就行菩薩道這樣子 所以明天先來 無常先到沒有人知道 對 把握當下就最重要 金魯師姐今天唱會過往 最感恩的是他家師兄 因為不離不棄 雖然知道說 你給我輸那麼多錢 但是還是輕輕的一句話 沒關係 錢又賺就有了 所以說神經 今天是 拚經濟 請求他做主席 今天沒來 透過影片 有話要告訴你 我們來看看 感覺很差 就是說 一開始 身體不好 啊 說對我啦 對孩子都比較無耐心 沒有 留在這裡的意思 我就比我快 好 沒胖沒胖 好 就做之後 這個方便的身體感情節 他有耐心 講話可以溝通 如果說無教耶穌 他就不會發生下來就對了 神經危險實在 因為結婚這麼久 看在眼裡 感恩義 唯有神菩薩道 你會找到你的真正要的目標 上人不斷的提醒我們 這輩子就當好演員 因為丁世人的結婚照就好 也要當演員的同時 也要開始寫下輩子未來生的劇本 願大家 願大 志堅 心細 氣要柔 好不好 好 感恩 祝福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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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